嗨,大家好,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学完有机栽种之后的一些心得的回馈 那我们是第三组,我们的主缘有王文鱼、王子成、林品维、曾义成以及吴宇成 那首先是我们这组的王文鱼同学他的一些心得回馈 他是说呢,经过了这学期的这堂通试课之后 他的收获良多,然后除了可以认识到有机农业的一些相关知识外 还可以了解到棉花啦,或者是黄豆等等作物的一些介绍 然后除了基本的这些知识之外,试作课程也让他感到非常的有趣 然后除了到最后可以吃到自己种植的蔬菜外 还可以在试作过程中学习到种植蔬菜该注意的各种事项 然后他最后是期许说自己希望自己之后有机会能够在家里种出好吃的蔬菜来 接着是我们这组的王子诚同学 他是说呢,在上这堂课之前 他对有机的概念其实是初步的认识而已 然后他不知道原来不使用农药跟化肥 其实是对农产品的产量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 然后农民们也只是为了糊口 然后没有政府支持真的难以将有机栽种发扬光大 他希望未来政府能够持续增加对有机农作物的补助 然后让更多农民可以投入到这个有机农业的市场 然后这其实也是为人民的健康跟地球的环境尽一份心力 然后最后还要谢谢老师上了这学期的通试课 然后祝福老师身体早日康复 接着是我们这组的另外一位同学 就是林品伟同学 他说这堂课呢 其实带给他最大的收获是对有机农业 又更进一步的认识了 然后像是一些有机的意义啊 价值 然后维持认证所需要下的努力 然后他说呢 通过这堂课呢 他还知道就是 实际栽种上面 就是也就是农夫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有多么的繁琐 然后 就是为了这堂课的报告 然后去超市取材时 也了解了许多 苏果当下的实价跟 有无标章的差异啊 然后 像是课堂上的一个个的课堂问题 还有作业跟报告 其实激发了他许多的想法 然后 最后他要谢谢老师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知识和体验 然后让我们上了一堂收获满满的全人教育 最后 这个是 就是 负责录制影片的我 也就是曾一辰 然后呢 我是觉得说 这堂课其实弥补了我自己本科系 就是深科系上面有开游记栽种的遗憾之外 然后也让我学到许多游记农业 以及其他像是 老师上会讲到的蛋啊 蜂蜜那些等等 就是跟农业有相关的知识 然后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平常不会接触到的 也因为老师的这堂课让我 真的就是 也第一次的踏入游记市场 然后我想这些就是 可能是跟老师第一堂课告诉我们的 为什么要上通试课的原因吧 其实这些 上通试课的话 其实让我们接触到就是自己 除了自己 平常系上就是 自己主修的那个科目之外的领域 就是可以去多接触到 然后也谢谢老师有这个机会 也谢谢老师有这个机会 让我上到你的课 然后我学到很多新知识 希望之后还有机会能够遇到老师您 接着是我们这组的就是 吴玉成同学 然后他就说呢 其实经过了这一整个学期的学习 他从原本只会水跟豆芽菜 其实就是已经变得 比较会使用土壤种植蔬菜了 然后因为他说他之前 其实不太会控制土壤的水分 所以导致很多植物在他 就是照顾下呢 就是不小心把它 就是泡烂了 然后他说他之前其实也没有再怎么研究 说土壤施肥需要试多少 然后就有这堂 这学习的这堂课程来观摩练习处理 那个泥土的 泥土的施肥 然后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体验 然后他虽然说他说之后还会以水根为主 但是还是会勇于再次去用土壤种植植物 然后希望下次植物能够在他手上就是活得好好的 然后最后他非常感谢老师的这学期的知道 然后也祝福老师早日康复 然后其实这张图是我们这学期的 这次的影片的分工表 然后最后谢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期再见